最近,《明報》、《星島》、《立場》等傳媒都有報導過 說加拿大政府有計劃在香港撤僑 原因是怕中國政府不承認香港人的雙重國籍 從而禁止加拿大籍的香港人出境 所以就有這樣的方案 今集會和大家探討一下加拿大撤僑這件事 有興趣就記得按讚和看下去 提提大家,會員Patreon文字版多倫多求生血淚史會有所更新 基本版除了有求生血淚史外 還會有無廣告的YouTube影片優先聽聲音檔 進階版還會加上參考資料 有興趣就在Info Box 按入連結去瞭解一下 說撤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Letspace就刊登了一份由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發表的情報評論 Intelligence Commentary 在2021年1月發表了一篇題目為 港區國安法及其對港人移民加拿大造成的影響報告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its Impacts on Migration to Canada by Citizens of Hong Kong 這篇題目就提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加拿大和英國 在為港人提供支援方面,承受處都很大的壓力 好像英國,它已經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去擴大港人獲得簽證的權利 就是我們大家都聽過的BNO5加1、BNO Visa等 而英國亦都是為香港人設立了一條通往入籍英國的一條Path 其他人亦都有向加拿大政府表達類似的訴求 包括呼籲加拿大擴大簽證類別及家庭團聚計劃 向香港人躺開移民到加拿大的大門 雖然大流行有限制到加港兩邊的旅行 但其實多仁多和溫哥華往返香港的航班仍然有繼續營運 為何會有撤僑的計劃呢? 剛才那篇報告也披露了 聯邦政府情報部門早在2020年6月香港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前 其實已經對這個形勢有密切關注 都開始討論國安法的實施 將會對香港人移民加拿大造成什麼影響 會對於仍然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造成什麼衝擊 並且其實是著手準備如果在極端情況之下 將加拿大公民撤離香港的一個緊急計劃 民中其實也有透露了 加拿大政府已經譴責當時草耳中的國安法 呼籲與香港合作 隔於香港與加拿大的獨特歷史文化經濟的聯繫 其實目前估計是有30萬至50萬的家國公民生活在香港 因此香港出現任何行動都會涉及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那些有資格成為加拿大人的人 以及一些在加拿大有家庭的人 新聞黨主席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早前寫一篇文 建議當局禁止港人持有雙重國籍 特首林鄭月娥之後澄清沒有討論過有關的政策 雖然如此 但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 一直與加拿大全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 都保持合作 制定從香港撤離加拿大公民的應急計劃 之前加拿大駐港總領事南傑瑞 出席加拿大國會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聽證會時 其實也有表示過加國政府有方案必要時會撤走香港30萬的加國公民 但指現時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低的 簡單來說這件事想說的是 萬一中國政府不讓加拿大人出境的話 所準備的撤僑行動 剛才的篇文說到外交部已著手制定撤僑計劃 擔心香港國安法生效 中國當局不再承認雙重國籍 接著不讓香港居民離開香港 就出現需要撤僑的情況 而準備好加拿大公民撤出香港 其實撤僑會發生甚麼事呢 我們可以看看 究竟加拿大最近一次撤僑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參考上年加拿大在武漢 當時有300個加拿大人要求加拿大聯邦政府協助 他們是離開的 當中280個人是有加拿大護照的 當然他們是要沒有症狀症患才可以上機的 那家人如果有人不是加拿大籍的話 可不可以一起走啊 根據那次的經驗 如果小朋友是加拿大籍 其實基於照顧小朋友為理由 他們是可以申請一起撤僑的 加拿大政府也有問過中國政府 看看他們是可不可以放人 根據上次是因為大流行和人道的理由 中國政府也從善如流 但如果今次不是這些理由而是其他原因 而不讓香港人出境 就不知道會不會那麼順滩 加拿大飛機會不會不讓香港入境呢 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飛機要入境是要得到批准才可以的 假設如果香港是被封城 其實也不能說加拿大撤僑就撤僑的 因為加拿大要撤僑的話 他需要得到兩方面的一個批准 第一個批准就是飛機可以降落 第二個批准就是究竟他們的人 或者一些沒有加拿大籍的人可不可以跟進去離開 那有甚麼人是不能上飛機的呢 上次的經驗是說 如果你有病徵的話 中國政府也不會讓你出境 就是以防疫為理由 那這次會不會用同一個理由而不讓人離開 這個就不知道了 其實關於取消香港人雙重國籍這件事 我之前都有想過的 我的看法就是 在1997年主權移交的時候 說明是50年不變 雖然現在才是2021年 是早了26年 但就算真的50年不變 可能你自己不需要去面對這個變化 但你的下一代 其實他們總是要去面對的 那究竟你要何去何從呢 當你不能再騎兩邊的時候 你會選哪一邊呢 有些人就會說 他又沒有外國國籍 其實現在香港人都有不少移民移居 其他地方的機會 而對於那些已經有外國國籍的人 當你只可以二選一的時候 你會怎樣選呢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才是會影響你資深的事 我們要習慣在這個時勢 什麼東西其實都有它的限期 例如香港的繁榮 譬如雙重國籍的方便 你是應該當你已經賺了 而且時間是不短的 而不要視之為理所當然 這樣就會開心一點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一集 請按LIKE Subscribe你的頻道 以及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支持Patreon文字版多倫多求生血女士 我們下集見 拜拜